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homas 我相信一億像素對各位觀眾來說 都不算是一個新的東西 因為手機已經有一億像素 可能你現在都在用一億像素的手機 其實相機都有 小弟之前測試過FUJIFILM GFX100S的相機 它的影相像素是一億像素那麼高 TURN OUT出來的結果都是不錯 而現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FUJIFILM GFX50S II 可能有看過上一條影片的觀眾就會覺得 為何這部機身設計和上一部GFX100S是差不多的呢 的確是的 其實它的機身外形好像沒有變 除了它左邊的Logo有變 其實你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另外它的內容設計 就是由100S的一億像素變成現在的5000萬像素 錄影方面其實就是由之前的4K變成現在只有1080PFHD的錄影 所以在這兩方面都是容易看到一個分別 在這條影片裡面我會試試用這部相機 很輕輕地做一些拍照 錄影的測試 看看這部相機做了一些改動之後有什麼分別 事不宜遲 Let's go 先看看相機的外形 其實50S II跟之前小弟測試過的100S 根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分別 一樣都是有黑白LCD螢幕、反螢幕、非常實在的手柄位 每次上手都很有安全感 好像我這些不會經常用相機打的人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所以由上面、後面、前面、下面看 都是不知道哪部機打哪部機 唯獨是靠機身座植的Logo分別 至於50S II的拍攝像素跟之前的50S都是一樣 影相是5140萬像素 錄影是維持1080P 30fps 今次測試會用到GF32 64mm 4光圈的鏡頭 鏡頭裡面有三塊飛球面鏡片 一塊ED、兩塊超級ED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支鏡頭和50S II的質素如何 小弟先去銅鑼彎一轉 鏡頭在最wide 32mm之下 邊緣和中深部分都蠻清晰的 到49mm和64mm的焦距就沒有太大的分別 回到觀看 首先試了不同光圈和ISO之下的成像 在四光圈ISO800和第一級的五點光圈ISO1600 都已經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噪音是多了很多 再跟11光圈ISO6400去看 更加不用多說 噪音一定是多了 但我個人而言覺得不算太大問題 如果真的要在低光的情況下拍照 我覺得ISO1600或3200都很夠用 現在去到不同焦距 頭兩段焦距不算分別太大 但一去到49mm就開始變得更硬 例如彈架、路牌等等 線條和輪廓都更分明 去到64mm就更清晰一點 除了試機要動之腳架 嘗試成像之外 當然是要拿著去玩街拍 整體來說 小弟覺得自動對焦AV這個位置是幾度位置 不會太慢 但去到一些比較暗的地方 就會出現一些拉風箱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看個人怎樣看 我覺得拉風箱不算太大問題 也不會影響很多關於拍照的東西 除了可能對焦會慢了之外 但有件事要提及的就是 如果想要4K的觀眾 這部就可能給不到你了 因為他拍片只剩1080p 30fps 我自己的小弟也很想這部機器有4K 但價錢上一定有所調整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對GFX50S Mark II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想看更多產品評測的話 就記得訂閱PCM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訂閱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